好 不过接下来呢 我们先请导播过 我们看到今天下午他跟这个秦刚最新见面 在这个央视新闻网有曝光了一张照片 其实这个照片当中呢 可以很明显的看出来 双方的这两位两边的人 他们是互坐然后各坐一排 好 如果来算一下 其实算是一个小型的会面 其实呢 包含这个翻译在内 总共有八个人 这个规模并不算大 秦刚跟布林肯都是坐在最中间的位置 然后旁边其他的官员呢 全部都有戴上了口罩 好 当然这一回他两天的访问中国大陆的行程 是他第一次以美国国务卿的身份造访 好 其实大家都知道说 原本呢 是在今年年初 就应该去访问中国大陆的 但是因为后来爆发了这个气球事件 就一路推迟到现在 好 现在两个人呢 在进行了小型会谈之后 晚间还会一起吃晚餐 这个就是在今天的最新画面 美国国务院的官网 其实还有因为这个布林肯访问中国大陆 首页的背景图就立刻更换成 北京王府警的步行街的街景照片 好 另外呢 也有公布了这个布林肯的 访问北京还有伦敦的行程 美国国务院的新闻稿声称 在北京期间 布林肯会跟中国的高级官员会面 讨论保持开放沟通渠道 以负责任的管理美中关系的重要性 还会提出所谓的双边关切的问题 好 全球和地区事务 以及应对共同跨国挑战的潜在合作 好 接下来第一个问题 我想请教的是丽江军 您怎么样看布林肯访问中国大陆 现在有人说中美的关系因此破冰了吗 我觉得谈破冰还太早了 因为这次的访问很明显看得出来 从气球事件二月份 气球事件之后 布林肯一直急着要访华 可是大陆那边对他的态度 一直是很冷漠 很冷淡 等于我们讲的剃头弹子一头热 对不对 他热脸一直贴中共的冷屁股 那在这种状况之下他还是坚持要去 那等于说有一点那种屈辱外交的情形 但是我们要看 就是这段时间发生了其实很多事情 这个中美双方其实发生 我们爬梳一下这段时间 我觉得中国来讲的话 它几件事情让美国来讲很担心的 第一个就是伊朗跟沙兰地阿拉伯建交 对不对 让美国觉得说 它是不是在中东地区 这个已经失去它的影响力 那第二个就是我们看到的是 什么就是在台海这边从北到南 对不对 不断的军 那个就是南海那边 RC-135的美国军机被中共拦截 对不对 台海这边也是军舰 差点插撞的这些事件 等等发生那么多事件之后 这布林肯还坚持要去 而且你去你看 我们今天电视上一幕看到 中共对他接待的规格 其实是非常的低 激进于羞辱 我们以前都读过一个历史故事 对不对 有一个 春秀时候有一个大使 初始到一个国家 他把旁门打开 他不让他走正门 现在感觉上就有这种味道在 就是你下来我不给你铺红地毯 他好歹是美国国务卿 连个红地毯都没铺 就让他这样走过去了 就有点像说我只是开个侧门 让你走进来 那我们想一下为什么在这种状况下 布林肯坚持要去 我觉得他背后有不得不去 很大的压力 第一个就是说我觉得 这个美国来讲 他的心态还是高高在上 所以中国有讲嘛 他说你美国你不要一直用高高在上 然后这个用这种态度来对我们 对美国从几件事情看得出来 他这次布林肯去 我觉得他有三件大的任务 第一个就是继续维持沟通的管道 很明显的就是这两次中美 不管是军机或军舰 差点差撞的事件都显示出来 如果说没有一个护栏 没有一个管道来讲的话 然后这会发生不可预期的 灾难性的战争发生 那在经济上面我们也看得出来 就是中国对美光实施制裁 对美国也对中国实施 那天刚煎完灭以后 就马上就跟他们商务部长 联盟多见完面之后 马上联盟多就宣布了 31个制裁的尸体 那这种状况是下 经济也没办法谈 对不对 然后军事商品也没办法谈 所以他们觉得他们必须要 有一个沟通的一个管道 这是布林肯去 我觉得他第一个目的 他不得不去的第一个目的 就是双方要建立护栏 我们讲护栏 第二个我觉得更重要 就是他第二个任务是什么 就是他要跟中国讲 他美国的利益在哪里 对不对 我美国的重要利益 我的价值观在哪里 我要让中国很清楚了解到 我现在的价值观在哪里 我的利益在哪里 我的利益是 你中国方面来讲 你不可以损害我这个利益 你也不可以破坏我的价值观 可是事实上中国现在 你看他做的 就是我刚刚讲的 这个伊朗跟这个 沙尔地阿拉伯的和解 其实是中国在重新塑造 整个世界的一个新的一个价值观 新的一个国际次序 尤其是后面来讲 如果说以色列跟巴勒斯坦 能够达成和解来讲的话 那等于破坏美国的价值观 美国的秩序 所以布林肯这次去 我觉得说他可能这个 中东这次中国促成和解事件 也可能是他所要达到一个目的 我觉得布林肯还有第三个目的 第三个目的什么呢 他要寻求跟中国来合作 共同达成美国的利益 他不是要达成我们美中双方 共有的利益 他美国的利益在哪里呢 为什么要寻求中国合作呢 我个人是认为说 这是布林肯去的有一个时机 很巧妙的时机 刚好是乌克兰在大反攻的时候 那乌克兰大反攻 我们目前依照现在的 这个战况来讲的话 我们很客观 我们不要一面光看 西方媒体的报道 其实乌克兰攻击的状况 不是很顺利 那在这种状况 如果说乌克兰提供那么多武器给他 这个西方支援那么多武器 如果他还战败 反攻失利来讲的话 很可能就是泽伦斯基自己讲的 我这次如果战败的话 第一个就是北约解体 第二个就是你北约自己来打 你派你自己的子弟兵到乌克兰打仗 这都很严重的事情 那中美双方现在要合作的是什么 跟美国有利益是什么 他希望说稳住中国 我们一起来合作 解决俄乌战争的问题 因为他知道中国前一阵子 派这个李辉去做这个大使 调解 和解 那俄罗斯也必须很多的 这个不管在经济石油 原料天然气 中亚铁路的新建 都顺从中国的意思 那事实上中国也有这个能力 他跟乌克兰也有这个能力 来构成一个双方来做一个谈判 一个调解的调人 那在这种状况之下 美国是不是希望说 我想说如果他以这个目的来讲 美国利益是在哪里 就是俄乌在双方都很有面子的状况之下 双方最起码达成一个停战 那这个现在放眼全世界 有这个能力的国家 只有中国 所以他们是不是要合作 谈这几件事情 但是我觉得这是布林肯去访问 他在那么屈辱外交 双方是这样 还要去访问 我觉得这是他三个目的 那这三个目的可不可以达到呢 我觉得可能不容易了 因为美国国务院 已经先打预防针了 他说我们不要有任何期待 而且他也不透露 这个布林肯去要讨论什么议题 他也不先透露 所以我觉得说这次去 可能谈不出什么结果出来 但是有开始总是好的 有开始总是好的 因为毕竟是世界两大强权国家 如果双方一直不见面 一个忽然没有建立起来 然后双方恶性下权 其实对权力人类来讲的话 其实我觉得都是不好 所以站在宏观的角度来讲 我个人来讲是赞成这次谈判 就算谈不出什么东西 最起码有一个开始 之后是不是叶伦 或者是雷蒙多 他们陆陆续续 有这么一个开头之后 甚至于说APIC会议上面的话 也能够出席拜席会的一个见面 双方能够达成一个和解 我觉得对权力人类来讲 都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其实外界普遍的分析 都跟丽将军差不多 认为说这一回 布林肯他访问中国大陆 可能此行很难就重大问题 得到任何的突破 但是他还是坚持要去 这当中背后有什么盘算呢 本 Gesine 观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